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行动党是没有特别开这种班去培训 如何去应对媒体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相信我们的领袖都希望我们把话说清楚 这是很重要的把话说清楚 其实有一点很重要的是 我想不只是跟行动党的领袖 所有的政党或者华团 总的受访者都好 我们就不要假设记者是要来害我们的 来邪臭我们的 应该说我们要假设记者其实是来帮你的 也不应该假设 其实记者就是要来报道一个事实而已 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去害你 或者是我们有什么议程 要去对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的 真的记者是没有的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说受访者都可以跟记者做朋友 而不是假设立场说记者要来害你 然后就设一个陷阱或者丢一条香蕉皮等着给你踩 然后你踩了过后你就惨了 然后就针对记者针对报官 这样子不好 其实是不会有所谓的一个专人指导系号 一个公告文告给记者媒体的啦 一向来都是能够畅所欲远的嘛 还是有时候需要拟好草稿 其实一些领袖曾经有跟我本身说过 如果是有些东西你觉得你不确定的话 我们可以先拟好那个文告 那么再给他们过目这样子 但是他们都没有说一定要给他们看 这是形容给我们的这个平台 也是给我们的一种自由 我们要尊重媒体自由 我们也要尊重这个基本的言论自由 只要我们所写的是真实的 我们所写的并不是那种谎言 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是 没错 所以都是能够畅所欲远说 不需要太过谨慎 就是说怕说错话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还是 没有啊 他们都没有说阻止我写什么等等之类的 我从2006年我就加入行动党了 也发了不少文告 那么还没有遇过了 就是领袖阻止我发什么文告这样子 当然如果有一些比较 我们说比较敏感的课题 当我发了过后 他们有一些会告诉我说 怎么你会有这种想法 他们会先要先了解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想法 因为我们写的就是我们所想的 这样子嘛 其实一个政治人物 你觉得应该有讲了一个说话艺术 除了刚才所讲的谨慎之外 应该要怎么样去 最好是能够 你好超高吗 还是有什么有智能团吗 叫我们帮他吗 你这样看的话 智能团 几乎每个领袖都有 几乎每个政治领袖都有 但是我想回到那个原点吧 记者不是要来抹黑你 也不是要来害你的党 你的社团 你的什么的 所以真的 你跟记者做朋友 你不会吃亏 而且怎么讲 你也不要去给香蕉皮记者猜 真的没有必要 所以他们怎么样的表达方式 说话的艺术等等的 这取决于那个政治人物的 怎么讲 他的知识 他的语言能力等等的 我们不是说 怎么讲 因为政治人物不是什么都知道的 也对 也对 要靠后面的他的资料 来给资讯 也对 没错 没错 OK 就是说政治人物不是什么东西都知道 比方说今天我问飞倩一个对头 我就问你一个课题 你是不知道的 那么你很坦白的说 不好意思 这个课题我不会 也不在我的范围里面 你很坦白的说 那么这个新闻 由我来写 我会说 当巡集什么什么课题的时候 张飞倩以不熟悉这个理由 没有做到 或者是说 怎么讲 不亦置评 而不是先去预设立场 说 如果我这样子回答了 等一下记者会被写说 这个张飞倩什么都不懂 对 我也曾经答过这样子 不懂就不懂 其实真的有些课题我真的是不清楚 尤其是雪州政府一些行政议员的一些 我们说一些刚刚做的决定 好像今天我刚刚 今天下午吧 我刚刚收到一位记者朋友电话 问我关于一个行政议员所做的决定 我真的是不知道 那我就说 不好意思我真的不知道 这样你会不会担心 明天报纸出来讲 张飞倩被蒙在鼓里 张飞倩被排挤在外 那如果那个 如果他这样子想那 如果记者这样子想那 那是他的想法吧 那是过度诠释了 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对不对 可能讲的被排挤在中心里外 说张飞倩不被中央领袖看好 怎么这样子 可能会有 你太危险了 我觉得 我是说 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啦 至少 如果这个新闻是我写的话 我绝对不会这样子陷害你啦 好 toplids?? 就这样子转发来就好 我抽下写了吧 lil别和稿 bail到 Atlanti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